终于哈登还是离开了曾经心心念念的布鲁克林 在交易截止日来到的最后时刻 来往和费城终于达成了一致 哈登和米尔萨普被一同送往七六人 显然在布鲁克林的最后日子里哈登过得并不开心 进入新赛季 哈登是全队中最期待欧文能回归球队的 不能在媒体面前提及 他就多次用开玩笑的语气 原因其实很简单 在三局投理 哈登是唯一一个没有总冠军 也最迫切的希望冲击总冠军的球员 他甚至会在球队接受欧文客场回归时 发布一条欢迎归来的社交媒体 并配上国王的标签 示好的意图再明显不过 而杜兰特受伤之后 哈登更期待欧文能在这样关键时刻的站出来 注射疫苗为自己分担更多的压力 但迎接他的依旧是欧文的避而不谈 和触目惊心的九连败 所有人都看得出来欧文才是篮网的嫡系 球队可以容忍他做兼职球员 而哈登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打工的外来户 拼命登场的同时 也只能期盼着欧文早日回归球队 而矛盾和离开也成为了必然的结果 最有趣的是 在交易发生之前就有媒体爆料 哈登其实希望球队将自己交易到费城 但他始终没有向球队提出申请 而是和身边的好友诉说 原因是哈登惧怕公众批评 害怕因为两年内两次提出换队 而被视为不忠诚 这种心理压力对哈登的影响 是要比那些连败的比赛更大的 而相比于欧文 哈登又总是更在乎公众影响的那一个 事实上这算是劣势 正因如此在要求骑士交易自己时 欧文会公开选择手术报销 而哈登则会在火箭兢兢业业的打完最后几场 然后再发布会无奈的说 我们无法继续走下去了 正因为如此 在绿军感受到地位被年轻人夺走时 欧文会公开更衣是矛盾 而哈登却会尽最大的努力 隐忍不发 直至被交易也没有明确地说出一句 快去打疫苗吧 归根结底 是哈登没有欧文的底气 那一枚总冠军戒指 去费城继续追梦吧 休斯顿的氛围总是不够幸运 哈登是时候终结这句魔咒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